老师 您那么喜欢唱歌 那您给我们来一段吧 拉拉拉 拉拉拉 你来一段句吧 多好啊 走几山西 寒城县 新华村中 红游家园 太棒了 谢谢 哎呀 这两句呀 这不是 这最近得了一个毛病 得了个鼻炎 所以就 你都知道金安老师唱什么好 是吧 因为他唱什么都好 但是我觉得秦强是他 不是西北人嘛 所以那个 会应该是更有味的那种 对 那说明你还是听了解 这个金安老师的 他必须的偶像 哎呦 金安老师 金安老师 今天 丹臣今天确实把我给惊住了 我真没想到他了 他现在还没反过劲呢 对对对对对 反正他老在话剧舞台上演出 从来没给我送过票 是啊 对是吧 反正我 你看过吗 我看过一次 那咱俩 我还得站这边 不是金安老师 那美女票您都不送一张啊 对 您这是家里管太紧了吧 不是这个 对下次我欠你的一定送 哈哈哈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你要为了保险起见票闹说法 你交给我 我来给丹臣送 不可能 他能把票拿到门口卖了去 哈哈哈 来吧 咱们一起合个影 谢谢丹臣啊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见回 别让他听见 做一把荧幕也好 屏幕也好 舞台也好 咱做一把 永远的鸳鸯 行不行 哎呀 再见 亲爱的啊 谢谢 我觉得从开始 她说是一女的 一直到出来 你就一直在蒙圈啊 因为我在 我一直在考虑 就是最近 我们肯定寻找的是 最近跟我合作过的女人 哎呦 您可真别这么小 我跟丹臣十年前合作 9月份在70周年的 戏剧家协会的一个演出上面 我们也是10年后第一次见 特别开心吧 哎呦 聊特别好 开玩笑想起那个时候 但我万万没想到 单纯戏好 人好 对 长得也漂亮 哎 您怎么刚才不说呀 人家在这的时候 小点声 我这人不像他 脸皮薄 哥们了吧 来来来来 来哥们了 对 我不猜了 我猜不着 你也不知道谁来 在您这个 呃 猜这个二号嘉宾之前呢 我先给您 喝点酒 聊聊心里话 值得要做你的节目 特意给你啊 录个视频 在此呢 祝你身体棒棒的 我跟你住在一起 你可真敢问 你以为是男的 所以我敢说 曾经是 曾经是 哇 天呐 你媳妇是吗 您 您不会曾经有段 小点声不敢 把这一堆剪掉了 第二个问题 跟我曾经是 灯室口有啥故事啊 哎 别别别 还不让问了 不让问了 这灯室口的故事 这是我估计价价复杂了 男的 还是女的 对吗 男的 对吗 不是 曾经跟你住在 灯室口的女的 哎呀 又是个女的 我比你的女人 有点还好 还好 你看看 居然跟你曾经住在 灯室口的人 都愿意 来这里见你一趟 第三个问题 鸡汉大哥又蒙圈了 他每次只要问 男的女的 一说女的俩子 他就蒙圈 有蒙圈 来吧 第三个问题 演过我妻子吗 他说 生活中我就是 难过恋爱 在灯室口 一块住过还谈过恋爱 哎呦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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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等会儿平安大哥 这第几下了 第三个 你跟你媳妇是初恋吗 当然了 我不信 小点声 你跟你媳妇住在过灯室口吗 小点声 曾经是军人吗 您 不对 凯莉 玛丽 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您问吗还 不问了 你就猜 我猜了 我猜就是 凯莉 马丽 不是 您那个 我觉得是牛丽 好 二号房间中 是不是著名演员牛丽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五 四 三 对啊 你怎么会拆占 不是 他好搭配啊 对啊 太对了吧 我 哎呦 你们俩今天穿得太像 对啊 怎么搭配呢 连面料都一样 对啊 王王姐刚才你可说了 说到这儿去 你说你曾经住过那儿 我就觉得是咱们团的人 而且是女的 我哭哭哭开始排除 对吧 谁住那儿谁不知道 而且谈过恋爱 我们在陕北的一个小戏里边 谈过恋爱 对对 后来我们在湛江也谈恋爱 谈恋爱 我特别感动 说到五年前那场车祸 牛丽去看我 他送给我的东西 到现在我还没吃完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军区总院 他拿的那个 他说你 他说哥 补补身体 拿特别特别好的 这么喝点酒 他专门跑到总院 订了一桌饭 把我从病室里边 叫到那桌饭那儿 说怎么说起来 就是忘了说到 空正的演员 说到牛丽 我说牛丽是个好孩子 我说很久没见了 那时候他心情也不是特别好 你们俩还都很久没见了 对啊 很久没见了 也四五年了 应该你前一段时间演那个话剧 你记得吗 其实那个话剧他们也 我没有时间 他们让我去演也演 要不然我们在话剧上就碰着 说了 国家大剧院那个戏 对 我刚才在后面还说呢 我说我第一次见吴景安哥哥就是 我是2014年7月11号 7月11号中午2点 完了要去石家庄演出 大概是1点左右 我从北五环那边 我就要上锡客站 我就上车下意识的 公共车 左掌弯 一个右掌弯一个左掌弯 迎头相撞 我的天哪 您坐副驾驶吗 我坐在副驾驶的后边 我要坐在副驾驶我就挂了 那那个司机呢 司机也挺厉害 腿舌了 还有照片呢 对 这个照片是网上的那个那个那个 不知道网上谁搜出来 公共汽车那个玻璃全碎了 对啊 多吓人 天哪 天哪 这个真是 所以那次呢 牛力好妹妹真是 我也说一点牛力 确实是今天我 我应该采访采访她 她这几年确实是 特别为她高兴啊 今天能来我也是觉得 老朋友没有忘 登市东口曾经空正的话 一团牛力什么都干过 干过《场记》 干过副导演 对 我们去新疆拍戏呢 她的饭量还特别大 又开始说 又说了幸福那大条子 能吃两盘啊 大盘鸡干啊 你们两位是在空正认识的 对 当时你不是上来就拍空镜子了吗 怎么还做过 哎呀 后来后来 那是后来了 我开始是做场记 我还会打板 五四三我就在脸上啪一下 我就赶快走 金安哥一般都叫我牛娃 牛娃 牛娃来了 牛娃 你到空正认识多大年龄啊 二十三二十四 二十三 那个时候金安老师 已经演了很多戏了吧 对 她是台柱子 哎呀 团里所有的话剧 都是她的男主演 对啊 你经常给人家在旁边 我是棋队 就是一堆女孩子二十个 然后拿着一起 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们就在她身边跑过来 你还有这日呢 对 对 是吧 对 我还在琢磨着你们俩 我得表扬 咱俩得表扬她俩 你这个行啊 情报工作弄 对 金安这个每次都很帮我忙 我但凡我说我给你做 一定的给你做一期好节目 她说那你都会找谁啊 我说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有办法 你想不到我能了解的这么 这严丹辰来没想到 牛娃来 你更没想到 接下来那位 你就更加想不到了 不可能 我去说说她 是 她当时跟她说了一半 去看我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心情并不好 她把她不好的心情跟我说了 跟你嫂子也说了 完了之后 你嫂子有时候还跟她 我说你给牛娃多聊聊天 打打打电话 对 就是那个刚生完孩子那段吧 不是不是不是 有点抑郁焦虑 那个时候 在你的印象中 金安大哥 就是在挺过这个车祸 这个过程中 会不会是个特别坚强的人 当时其实我们都觉得 她一定能挺过来 就是 就这么想的 没有往别地想 你昏迷了多长时间 我前后失忆十二个小时 十二小时里边是 突然我就醒了 醒那一瞬间 比如说我出了 那个我缝完 你看镜头可以给这儿 这现在还还落了一个 还真是 缝了大概有四五个小时 对 就和那个电影里拍的镜头一样 打车推着 当时我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个海浑衫 穿了一条雪白的那个 一条那个休闲裤子 戴了一个白帽子 全看见的是洪奇普的导演 也是天津人医院长钟海 我就醒了醒了这钟海 就扶到我那个单价前 我就下意识地抓住他的手 因为当时呢 石家庄三场票卖了 北京仁义的四场票卖了 太原的四场票卖了 那时候是跟天津人医合作的是吧 我就说对不起 我说出车祸了 我说戏演不上了 我说对不起观众票卖了 因为话剧票说实话 你就是卖得再好 把票毕竟卖给观众了 戏比天大 咱们作为一个演员 等于你观众拿着票 演员出事了 你看什么呀 心里就觉得愧得慌 那一瞬间也不知道为啥 看见钟海就觉得特别亲 我眼睛还流泪了 可能整个车祸当中 就那一次我流泪了当时 说完之后我又迷腾了 又失忆了 就前后12个小时 一直到半夜12点 12点多 在中正监护室里 那个主任说 说吴老师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生命没有危险了 当时进那个中正监护室的时候 他不让带手机 我那一瞬间又醒了 我还比较聪明 脱光了当时已经 大白单子盖了 我一把从你嫂子手里 把手机悄悄就躲到里边 躲到 放到单子里边 还知道 我就带进了 谁都睡不着觉 都在那个中正监护室 你不是怕嫂子看你的手机吧 完了之后万一 金安哥 现在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危险了 哎呦 所以大家哗就松了 因为进了ICU 我们不知道了 不知道 这个我成的心 这个好妹妹 真是 虽然我们有时候 没有什么 没有更多的有个见面 偶尔有时候一个微信 大家开开玩笑 但是能感觉到她 字里边 字里行间 能感觉到她心跳 能感觉到她的温度 哎呀妈呀 所以我觉得今天特别开心啊 金安老师这节目 就已经理他女嘉宾了 真是 这也要是再出来一个女嘉宾 我就真服你了王老师 对呀 他们真是 确实在预料之外 一点没想到 肯定是女的下一个 不可能 她太聪明了 她把我猜出来了 没事亲爱的 你让她高兴高兴呗 对不对 我们都说了 谁猜出来谁买单 哦 哦